今日格罗斯网站2月4日文章 原体2025年美中战争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吗 美国空军机动后勤司令部司令米尼汉称 美中将在2025年开战 在发给军官的一份备忘录中 他要手下的军人做好准备 楚洛拜登曾表示美国可能介入台海之外 这是迄今美国官员对美中潜在的冲突 最直接和公开的预测 当然米尼汉并非政策制定者 那个备忘录也不是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的正式声明 但军方及军工综合体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华盛顿总体情绪的影响 不应被低估 可以说现在大国冲突的风险 处于二战结束或冷战高峰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因为美国已合法的永久的全球霸主自居 但他也看到竞争者的追赶 并准备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不惜承担巨大风险以防止竞争对手崛起 目前世界的权力分配被称为新多极化 在美国主张单极化世界近30年后 一些新兴大国正在改变国际秩序 多极格局与两极格局不同 两极是指两个大国争霸 比如冷战期间的美苏 两极格局带来某种形式的稳定 因为两个大国势均力敌 潜在冲突代价极高 而多极化通常会带来不稳定 因为它造就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和竞争性的国际环境 譬如1941年的世界 相互竞争的欧洲大国争夺霸权 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今世界具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随着其他世界大国的出现 美国这个缺乏安全感的霸主 其相对力量正在减弱 正拼命寻求 通过军备进散和扩大同盟 来削弱破坏和遏制对手 北约扩张引发格务冲突 但更糟的是 为对抗中国 美政府谋求把这种模式扩大到中亚地区 比如通过操控奥库斯或四边机制 从理论上讲 美国的同盟关系能够建立威慑力 并投射美国力量 但历史表明 这种做法只会助长 而非防止冲突 在军事紧张所伴随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参议和不信任氛围中 当一个国家认为面临军事遏制或潜在的先发制人攻击时 唯一选择就是首先攻击 这也是一战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这与今天有关 因为如果某个时候 中国认为别无选择 只能在美国或日本武力借助台海前率先攻击 那该怎么办 请放心还没到那一步 而且在这种事情上 北京通常厌恶风险 美国将军的论调过于夸张 却是危险的 这反映出一种觉得战争迟早不可避免的看法 随着华盛顿继续升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一个引爆点或一次误判 使战争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这正是危险所在 完整 再次 我们好 空队